我們進入41條之一 41條之一 大家翻開到 20頁 20頁的 有民進黨的修正條文跟時代力量的修正條文 那個黃委員你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大概跟民進黨的差異在哪裡 好來 這個 司法院基本上現在所提出來的條文是 只有受評鑑的法官可以申請 閱覽超路覆應或涉入第一項調查所得的資料 那我們所提出來的修正條文是說 那你請求評鑑的人 你應該也有權限去申請 相同的捐證資料 因為喔 我們現在喔 不管我們請求主體是怎麼設 現在所界定的請求主體 基本上是自己沒有太大的調查權 就有一堆東西啦 看不到也摸不到 那你如果看不到也摸不到 那接下來在評鑑程序上 你給他陳述意見的機會等等等等 那那個就沒有辦法針對受評鑑的人 他到底是提出什麼樣子的辯護 或者是他提出什麼樣子的證據 去支撐他的辯護 來進行有效的攻擊防禦 那這件事情我感觸最深啊 是什麼時候 這件事情我感觸最深的時候是 那個時候黃世民的案子 送到那個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去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是代表去申請評鑑那個案子的人 我到法務部的檢評會去喔 不准陳述意見了 我在法務部的大門口在那邊等啊 然後根本不准進去 然後要陳述意見也不准 那我想要看啊 我想要看黃世民他提的什麼樣子 亂七八糟的辯解啊 你們調查的內容是什麼啊 統統都不准看啊 那這樣子的一種評鑑制度 難怪社會公信力低嘛 那這一次我們要修整個評鑑制度 既然是核心既然是重中之重 那為什麼請求人 他的捐贈閱覽權要限制 不是限制啊是禁止啦 根本沒有 完全沒有啊 那你說啊我們擔心他泄密啦 擔心他妨礙擔心他如何如何 那沒有關係啊 你現在法條裡面 本來就已經有淡書啦 你淡書的第四款 其實還是蠻大的一個帝王條款 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義有保密的必要 就不能看耶 那你如果連排除範圍連這個都有的話 你讓請求人 有公平確證閱覽的權利 讓他在那個評鑑上面 能夠去進行有意義的陳述 為何不可以 好來請 這個有關於這個請求人的部分嗎 我知道委員會好像是把它放在附帶結議 那現在就是附帶結議還入法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附帶結議上面是寫的比較詳細一點 我只覺得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倒是可以說 直接入法 那你要不要詳細說明 這樣你才詳細說明 好 大家考慮看看嘛 如果我們可以翻開到最後一頁 大家翻開到這一本的最後一頁 事實一條之一 附帶決議 為建構個案評鑑制度之正當法律程序 司法院及法務部 因分別於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實施辦法 這裡面就有強 有 有 對啦 滿足請求人 資訊候取權之相關規定 對啦 那規則入法就好了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可以你要不要入法 啊附帶結議就不要了這樣子 那個秘書長 你們的看法呢 其實這個齁 讓這個請求人有一個資訊擴取權 我們認為這是正當的齁 那只有擔心一點就是說 因為這個券裡面啊 那個資料可能涉及到其他非常多人的 所有案件的資料都在那裡 那你後面的附帶決議 對 民進黨黨團也提同樣的附帶決議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比較細的辦法齁 來限定 譬如說就他個人自己的部分 讓他看 或者是 當天顯現出來讓他看 其他部分 沒關係啦你這樣啦 先入法然後其他的 你再用附帶決議去寫吧 就是說你的範圍啦 那怎麼做 那是用主法去寫吧 我用主法去寫吧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當初在 黨團在提出這個附帶決議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重點喔 一個就是說 將來因為我們開放到個案的評鑑 所以量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要求司法院就評鑑委員會 在整個調查的過程裡面那個SOP 要怎麼樣去做兩邊的一個 都要確保兩邊的權利 所以呢 除了這個資訊獲取權的問題之外 在調查及審理的流程這個部分 我們也要求他要訂定相關的一個 更明確的一個程序跟方法 那還有在月券的部分 當然也是這樣做這樣的要求 那綜合剛剛大家討論的意見 也許我們可以在前面的這個條文裡面 本來我們黨團的建議條文是得拒絕 那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參照時代力量黨團它的立法模式 就變成不得拒絕 但事實上比較實際的詳細的做法 我們還是尾由附帶決定決議 然後要求他們在細則或辦法中 去做更明確的規範這樣子 可不可以這樣 好來 剛剛司法院講的那個理由 我老實講我是完全聽不懂啦 你同意這個請求人有資訊獲取權 你就把它寫在法律啊 你把它寫在附帶決議是什麼意思 寫在附帶決議是 附帶決議也沒法的居序數例啊 那以後我到時候要閱覽那些卷宗的時候 他說 你的依據是什麼 附帶決議 然後到時候再被嘲笑一次 說附帶決議沒有法律效率你都不知道喔 大律師 那這不是自私預焚嗎 你有資訊獲取權就把它寫進去嘛 那你至於說其他閱券的規則 我再說一次下面已經一拖拉股 給你排除了耶 那給你排除了 接下來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啊 今天ABC三個人被交付評戒 那你就給他看A的部分就好啦 那要你把ABC三個人的券分開是有那麼困難喔 那怎麼會用這種行政上面 細節上面 織節上面的事項 去反對在法條裡面 應該要去確立的原則 所以司法院剛剛講那個我是聽不懂也沒辦法接受啦 好來 曾委員 基本上我贊成黃委員的講法 他的意見 既然你要讓他有個權利 你在本法把它寫明 至於細的部分授權相關辦法的訂定 我覺得兩者都可以堅固 謝謝 來 來 那個一位 因為事實上在這個第第四項 其實上面有明白講說受評見法官他有申請月券權 但是請求人卻沒有 那你把請求人的去放在這所謂的附帶決議有點怪 因為這邊的武器不對等 那對於大家所擔心的其實下面就有這有四項非常 所以我講 就已經 就你可以去拒絕或限制的條件都已經限制在這裡 所以其實呢 在這裡就應該就是受評見法官其實就應該加上請求人 那兩個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比較贊成是實力的版本 那另外的就是說 前面你要限制或拒絕 其實你應該是沒有正當理由 你不得限制或拒絕 對啦 這個不得限制這是不對的啦 沒良心講啦 對啦 好 那 這個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這樣還要送你去 來 這個 得 這個得限制或拒絕之 是不得限制或拒絕怎麼會得呢 所以這個改不得啦 那後面的請求人 這個後面已經 有 啊 限制 後面 啊 請求人不得 越見的部分的一個限制了 那你 其他的 關於他請求人的權益 難道他沒有權力來 而且附帶決議又可以 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有不同層次的問題啊 我剛才問一下 廳長齁 的意思是說 請求人本來就可以越 開始的時候就可以越吧 那現在越就是說 在整個評鑑過程中 每一個人講什麼話 那個鑑的問題 啊 來啦 你們司法院 司法院 也不要太保守啦 大家以為 大家是尊重你們啦 不然我們自己做決定就可以啦 你估計什麼要講清楚嘛 來啊 趕快啊 說明啊 這是實況轉播呢 所以司法院要知道 大家在看到底 我們對法官法 當然不能 這裡面喔 就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 請求人他如果是 當事人的話 他就他自己所有的券 本來就可以 全部都可以越 啊 既然這樣你加上去 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裡的請求人 他 他如果不是 越他自己的部分 那下面你有限制 很多的不能越的部分了 所以下面的這個 這個 哪些情況 剛剛這個 我們研究 可能好像現行有一些 類似的條文 那合理的限制 不要去 看到他 不必看的 或者是 涉及到別人的權利的事情 啊所以這個就列出來 這個 裡面你第三款 就有了啊 第三 沒有啦 第三款 欸 就為第三人 是正當權利 我把這個票 你就不得 你可以拒絕啊 你都誰得很清楚啦 沒有人幫他 再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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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對 要去幫他塞過啦 這個 可能看兩個都要散開 這 你擋就這樣 你擋就這樣 改不得啦 改不得啦 那 受評鑑法官 要不要加請求人 基本上 朝 加請求人的方向來處理 那 如果司法院有特別 有什麼 自愛難行的 希望在 討論之前把他提出來 好不好 院長 就照 照 照你剛才講的意思 那個不得限制前面要加上如無正當理由 別的就有 別的就有啊 但是我們的沒有 有啦 就是 不是啦 我們現在就以時代力量的 如無正當理由 有啦 就以時代力量的這個 版本啦 來 作為協商的 結論啦 但是請求人 如果等一下 司法院有更正當的理由 再結束之前提出來 不然我們這個條文 就依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條文通過啦 好不好 院長我這邊還有一個意見提醒一下 因為請求人 現在我們在 剛剛討論的時候 這個範圍還是還沒確定嘛 因為 時代力量他們是主張是要 法律上厲害關係的人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要在那個部分 確定後 才能夠確定這個請求人的範圍 沒關 來 那個 五位 黃偉 這兩回事喔 我為什麼說這兩回事 他有沒有請求的四格 一個層次的問題嘛 當他有請求的四格的時候 他成為這個程序的主體 那這個程序的主體 在這個程序上面 有各式各樣的權力 包括了 當事者 道場陳述的權力 包括了 為了要去充實 這個道場 以及陳述權力的辯護權 所需要的 在場見證權 卷中閱覽權 這個是基於當事者 程序主體的地位 所延伸出來的程序上面的權利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要求看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要求看的是說 第一項的調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可以依照 受評鑑人 及請求人之 申請或依職權 為必要的調查 然後 通知關係人 倒會說明 調查所得的資料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 我們現在的卷中閱覽權 資訊獲取權 完全就是focus在 這個調查程序的時候 所得到的資料 那你怎麼會在程序上面的設計是 我可以申請調查證據 那調查以後回來的結果 是說不好意思喔 你沒有全力看 只有對方有全力看 沒有這麼荒謬的設計 那所以我再講一次 現在要的是 調查的 依照這個程序 我還可以申請調查證據 調查證據的結果 當然要知道啊 我如果不知道 證據調查的結果 那我要如何接下來 在這個程序上面 去進行有意義的程序 參與跟陳述 我完全在黑暗當中啊 調查的結果是什麼 對不起你沒有全知道 我也不必要告訴你 那請問我要怎麼樣進行 意見的陳述 那是你家的事情 不可能程序設計上面 設計成這麼荒謬嗎 這樣子啦 這個大家討論很清楚了喔 而且下面有1234款喔 我只是提醒 願了我們35條還是保留 35條請求人的這個定義 還範圍還沒有明確而已 要適合性的問題嗎 沒有關係 這個適合性的問題 對啦 那個周圍 周圍不是在講1234 是在講請求人的定義啦 對啊 那可沒關係 我們這個請求人 五個意思也 沒有啦 有的不需要說 不需要再說 好啦我們就 我就照剛才的才識啦 除非司法院 最後能夠有特別提出請求人 申請越南超路 那下面有拒絕跟限制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依照 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條文啦 來我們進入下一個 那是